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尼多霍大師聯盟對戰了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我們在前幾天的影片中 其實已經有針對常想使用的妙阿花在對戰中出現了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角色可以針對常想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的 將是我們在超結盟跟高結盟非常火紅的尼多霍 尼多霍本身有地面系跟毒 說實在他能夠完全壓制常想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試看看大師聯盟 雖然CP不是那麼高的尼多霍 在大師聯盟對戰將打出怎樣的結果吧 好 那今天由續成玩家再次提供影片 跟我們在妙阿花影片中其實用的陣容是差不多 只是把妙阿花換成了尼多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支我們看到的是薩露德 薩露德本身二系能夠壓制我們的鬼龍齊阿蒂娜別種型態 那續成玩家這邊是立馬讓我們的地牢烏卡上來了 也算是TST的變種版啦 我們今天的陣容 那對方放了一個二字波動之後 切上來的是洛奇亞 洛奇亞雖然大招的部分打地牢烏卡是減傷 但是因為他的龍尾可以造成平傷的效果 所以他能夠靠我們血量上被耗損的情況下 用龍尾幫我們拍死是沒有問題的 我有選的玩家這邊並沒有擋他的招式 是直接讓地牢烏卡下去的 很可惜的 第二個招式並沒有按到 而目前洛奇亞的血量上還有一半啦 算是非常充裕啦 不過這時候我們的奇亞蒂娜 可以用幽靈器招式來壓制超能力氣的洛奇 好 洛奇亞這邊出招 神鳥夢吉 傷害量還好 比較麻煩的就是龍尾啊 龍尾打龍是增傷的 而我們的招式打他也是增傷 所以算是一個互相傷害 好 已經偷襲 差一點就解決掉洛奇亞 洛奇亞來不及出招 我們把他拿下了 而新玩家這時候讓我們的尼多厚上來啊 這時候對方應該傻眼了 薩德看到尼多厚 這邊應該是大時間盟 怎麼會有尼多厚呢 然後我們去看下去 尼多厚有使用一個劇毒牙 逼到薩德開盾了啊 壓迫力非常足啊 然後新玩家這邊是開了一個盾 擋住了二隻波動 然後他接下來換角 換上來是巨金怪 我們的CP啊 足足差了一千多啊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跟他與之一戰啊 從一個大地之一下去 對方的巨金怪竟然沒有擋啊 這邊算是有點大意了 不過照殺傷力來說 好像確實沒有到那麼好啦 因為屬性上有壓制到 那殺傷力就一半左右 然後這邊就讓尼多厚下場了 其他地獎再一次上來 準備出招的時候 對方的巨金怪是先出招了 然後我們這邊是把他擋下來 然後因為我們龍爪已經按到了啊 所以這邊 訓練玩家是沒有把他轉滿 想要拿巨金怪再練功一下 不過他目前還有一頓 好我們集到兩個龍爪 先使用一個龍爪下去 這邊能否在屬性逆風的情況下拉回來呢 第一下對手擋了 好這邊再續一下氣 集到同樣兩個龍爪的情況下 先用了一個龍爪 對手沒辦法擋 但是一個龍爪沒辦法直接拿下沙烏德 但是沙烏德還沒來得及出招 我們龍爪再次出來了 哇這一場在一個逆風的情況下 尼多厚稍微把戰局拉回來啦 因為地牌烏卡剛剛那邊被對手操作還是把風向給拉住了 那尼多厚的上來緩衝了整個戰局啊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場遇到的是超夢這邊算是順風了 對手應該直接換角 喔他沒換角 持續用超夢打下去 不過其實超夢的精神擊破殺傷力也是很夠拉 打到我們快一半了 不過選玩家這邊是打 哎呦是冰凍光束啊 冰凍光束這邊來一個突襲啊 我們這邊好像有擋招啊 然後這邊也給你一個影子偷襲 然後一下去超夢也擋了 雙方盾是相同的 那因為同時暗招的關係 對方超夢是先出招了 許晨這邊是沒有擋了 直接吃一個冰凍光束 然後影子偷襲出去 別種形態還是有點坦啊 而對方這時候上起源形態的 其拉蒂娜上來 我們先用一個龍爪稍微的耗他的血 等一下應該會讓地牢烏卡上來了 喔不過這邊直接逼到他最後一盾啊 算是不錯喔 龍爪短能量逼一個盾 非常好 然後這邊其拉蒂娜直接來一個暗影球 造成地牢烏卡半血左右 然後其拉蒂娜在打這個 地牢烏卡的情況下 地牢烏卡通常還是得出招啊 不然其實出招輸得有點慢的情況下 你龍喜是沒有辦法吐死他的 所以我們地牢烏卡出完招之後 結果對手最後一個角色竟然是波克吉斯啊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毒系到底能夠打波克吉斯到怎樣的程度 好這邊波克吉斯來不及出招 好我們巨竹雅先下去 巨竹雅下去 哇波克吉斯重傷啦 哇這殺傷力好好喔 對手就這樣跳掉啦 他應該有點無奈啊 怎麼會在這裡看到尼多厚呢 哇這攻擊力很痛耶 出於藥之外啊 這根本就用高結盟的體質來打你大絲盟的波克吉斯啊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是傑克羅姆 傑克羅姆的話 傑克羅姆的佔優啊 在小招部分我們這邊是弱勢啊 但是我們要用一個龍爪逼他的時候 對手是換角了 然後這邊龍爪K到的對象是 喔是蒼翔 對手切腳切得很好 但是相對的他得遇到我們的尼多厚了 以後這邊上來 面對到最想遇到的蒼翔 對手的招式當我們有減傷 所以我們能夠扛一下 嬉鬧還好 殺傷力普普 然後這邊擠到了兩個劇毒雅 還沒出招 OK 一個劇毒雅下去 對手蒼翔扛住了 欸蒼翔好像比較坦耶 剛剛那個波克吉斯是怎麼回事 然後現在玩家這邊是擋了招式啊 想要再稍微的用招式去壓迫後面的角色 所以保了尼多厚 然後對手再次上傑克羅姆上來 目前他兩盾 所以用一個劇毒雅 有機會騙到他的盾 劇毒雅下去 結果對手很會忍 他並沒有開盾 那第二下就不演了 直接給你一個大地之力啊 總該開盾了吧 等一下 這個傑克羅姆 直接下去啊 洛奇亞直接保兩盾啊 那我們就直接上蒂爾卡上來 尼多一打二啦 把蒂爾卡面對到洛奇亞 在雙方護號的情況下 其實是OK啦 我們有一個鐵頭 欸對手還是沒檔 嗯這個盾是省 省到後面要用的嗎 要防範我們的鬼龍 奇亞蒂娜嗎 而我們這邊直接扛了一個他 氣權攻擊 劇毒雅直接殘血 然後被洛奇亞的龍尾給拍下去了 最後 奇亞蒂娜上來了 這邊其實完全不需要理他 就開個盾 直接用暗影爪把他K下去就好了 這個盾我們就不幫他拿了啦 讓他帶回家 外帶 OK 收耶 哇這個捷克龍武沒有開盾 實在是非常大意啊 即使你第一下 劇毒雅沒有擋到 那OK 那第二下基本你還是要給尊重 捷克龍武有點白白犧牲掉了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我這場遇到的是蒼翔 蒼翔 訓人玩家這邊是直接換角 完全不拖 但是切地牢卡上來 欸對方並沒有一個打帶跑 難道是瘋狂福特配吸鬧的組合嗎 那他這邊切聚精怪的話 可能是想要保蒼翔 然後來打 鬼龍齊拉蒂娜 但是齊拉蒂娜 對抗蒼翔也沒有到弱勢啦 不過目前地牢物卡面對到聚精怪 確實是稍微弱勢 好他直接一個地震啦 完全沒在演戲啦 然後重傷幫我們地牢物卡農下去 不過我們壓到一頓還OK 而且鬼龍這邊上來 可以拿這個聚精怪稍微練功一下 我們使用一個影子偷襲 來打超能力氣的聚精怪 聚精怪剛好被收下去 很可以 那這時候對手蒼翔上來了 我們這邊尼多霍跟著上來 對手還出招耶 哇他不知道他的招式都減傷嗎 哇結果他最後一隻是這個水龍帕魯奇亞 蒼翔打帶跑了 這邊有點麻煩了 我們使用一個劇毒牙 降對手帕魯奇亞的 防禦力之後 補你一個大地之力 大地之力下去 哇這個拋起來也是沒檔的 那最後鬼龍奇拉蒂娜上來 這邊竟然沒有檔招 看起來應該是水流位 我們把拋起來農下去之後 長翔再次上來了 我們有兩盾 他剩一盾 剛剛沒檔招算是非常好的 因為長翔這角色就是蠻仰賴大招的出招 如果我們留兩盾的情況下 他就打不到我們 而我們的奇拉蒂娜出招輸非常快速 好地一下影子偷襲 對手稍微觀察了一下血量 所以我們目前至少要在兩個影子偷襲就會獲勝 而蒼翔如果用嬉鬧打到我們 相對的能量需求是比較高 所以他就放棄了 OK這一場算是 對手的蒼翔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其實他應該看到地牢烏卡要先拿一個打帶跑 後面的巨嬰怪會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好我們就用下一場 這一場再次看到帕魯西亞 帕魯西亞這邊的小招非常痛 我們先用一個龍爪 逼迫你的血量讓我們角色上來會比較輕鬆 好下去之後地牢烏卡上來 標準的TST的打法 然後看到的是克星啦 是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的話 只要使用以下的直衝鑽我們可能就得下去了 所以我們逼不得已 快點把氣氧上放一放 鐵頭出去 鐵頭以下是沒辦法收掉龍頭地鼠的 所以對方是完全不需要開盾 除非你是流星群 好這時候我們的地牢烏卡下去了 接下來其他地牙再次上來 其他地牙可以扛這個直衝鑽是沒有問題的 好這邊適時的得開個招式 把龍頭地鼠給壓下去 如果再使用這個直衝鑽的話會很虧 好我們的鬼龍奇亞地娜 想像剩不多啊 拋起來再次上來 等我們準備要按龍爪的時候 對方是先出招了 隨時玩家是直接把奇亞地娜給賣掉了 結果吃一個水流味 沒有下去 雙方目前兩盾啊 就要看最後一隻就對決了 好結果最後一隻巨英怪 那群人玩家這一次不跟你一眼 直接給你大地之力啊 沒有想用一個劇毒雅的騙盾 結果對方想說我們會來個騙盾啊 直接吃一個大地之力啊 這邊很虧啊 因為這一下下去之後 巨英怪的血量上被壓得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機可蹭了 回心拳我們擋了 好險巨英怪的出招速度比較慢 而現在我們不需要用大地之力了 只要用劇毒雅的效果 那這樣防禦之後 鬼龍奇亞地娜應該有機會把他收掉 不過續船玩家這邊看起來好像要再使用一個大地之力哦 回心拳再擋 OK 直接壓破你的盾啊 大地之力下去對手巨英怪擋了 而我們鬼龍奇亞地娜這邊上來了 因為我們槍上其實是滿的 所以龍爪補上去 收掉了殘血的巨英怪 OK 哇這邊精算啊 只能說那個大地之力算是劍工啊 把那個血量上壓低之後 我們就有更多的操作空間了 所以其實你遇到尼多厚還是很煩啊 你想說大四葉蒙看不到尼多厚 殊不知我們今天用尼多厚來教訓你啊 好我們就用下一場 這場的對手是帕魯奇亞 再次看到帕魯奇亞 那操作空間應該是一樣 就使用一個龍爪換角 使用帕魯奇亞的缺點就是他 水招水染是很快啊 但是在打龍蟹的時候 相對的就沒有那麼吃香啊 因為畢竟如果你這時候出招 人家完全不需要擋你 但是可以看到他這邊 集氣級很足啊 有可能是流星群 有許人家這邊是擋了 好果然是流星群 OK 不過他是中途換角 讓曹夢上來 那我目前處於盾的劣勢啊 那我先選擇一個鐵頭出來 先逼你一盾 然後這一盾應該要留給後面的角色 所以第二盾應該是不會擋招的 好 上面用出招 果然是這個蒸汽彈啊 就給他吧 然後我們選其他店家上來 直接把你龍下去 好 這邊我們是沒有開盾 哇 劍擊破很痛啊 非常痛 但是因為超夢出招輸太快了 所以我們還是快快把他解決掉 使用一個龍爪出來 就要看他做一隻角色是什麼了 好 然後衝動下去 最後一隻是 喔 是迪雅烏卡 哇 麻煩了 然後我們在最後一刻使用一個龍爪出來 稍微壓你的血量 然後可以讓尼多霍上來 尼多霍打迪雅烏卡 這畫面 大家應該很難得會看到 然後這邊迪雅烏卡先出招 我們一定要擋啊 不擋就會被下去了 我要稍微小心啊 帕武器啊 目前還在啊 會不會來一個切腳擋招呢 欸 果然 所以宣玩家這邊是稍微冷了一下 才出招 尼多霍 使用一個大地之力出來 大地之力下去 哇 對手沒檔 OK 這邊我們有機會了 我們就在補你一個劇毒雅出來 這樣你的防禦 甚至可以用毒擊把你這個地歐卡點下去啊 哇 地歐卡竟然輸給尼多霍啊 這時候應該是殺眼啊 想不到我們竟然能夠收掉 地歐卡 哇 尼多霍看起來好像比妙花好用很多 畢竟大地之力能夠打鋼啊 而且劇毒雅能夠打妖精啊 在一個猜測盾的狀況下 尼多霍確實是蠻煩人的 好 我們這場遇到是蒼翔啊 然後我們直接換腳 換地歐卡 哇 換地歐卡上來 對手這邊也是美安計程戰啊 其實可以放個技能戰再跑啊 不需要跑那麼快啊 那他第二順位的話是這個土地雲 零獸型態 我們使用一個鐵頭 比你的血量 其實土地雲要完全壓制地歐卡是比較難的 因為本身是沒有對龍有抗性啊 他並沒有像玫瑰塔可以那樣跟你互魔啊 所以如果我們願意啊 其實是可以開盾直接把他打下去的 但是需求玩家這邊並沒有這樣做 可以看到地歐卡的血量上已經被耗損很多了 然後對手用一個蠻力把我們的地歐卡卡下去 然後其他地納再次上來 這邊應該會是堅持攻擊啊 不過他的攻擊力已經下降一階了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打 好剩下就用暗影爪把他K下去 長想應該會再次上來 這邊我們有氣氧上的優勢啊 而且盾也是優勢 喔不過他選擇是薩露德 用一個惡系來打我們的幽靈系的概念 然後給龍爪出去 再補你一個 OK盡量的把你的血量上耗更多啊 然後你落後能夠去壓制草系的薩露德 跟妖精系的長想 所以這邊看起來我們好像 可能會一打二哦 目前的狀況 那鬼龍這邊是不是不開盾啊 直接吃你二隻波動 畢竟我們已經知道尼多霍可以一打二了 所以我們兩盾直接保尼多霍就好 好這邊使用一個劇毒牙出去 先降你的防禦力 欸結果對手竟然開盾啊 他可能想說吃劇毒牙會直接下去啊 所以這邊以防萬一開了一個盾 畢竟很少看到尼多霍啊 你很難去算那個血量 結果這時候蒼翔上來自殺啦 好啦 這邊我們可以收尾啦 尼多霍直接把你K下去啊 劇毒牙下去 那他目前已經沒盾了 所以他只要出一個招式之後 我們用一個劇毒牙就可以把他穩穩的拉下去了 那這邊選擇近身站出來 喔是連續兩個 那我們就開盾把他擋下來 那防禦下降很多的一個蒼翔 我們甚至毒擊就把他把他點死啦 欸不過我訓練玩家這邊也叫保守 是打算用一個劇毒牙把他K下去啊 一直用毒擊就好了 OK最後薩爾德上來了 如果我們剛剛把他農到底的話 這邊更輕鬆啊 不過好險薩爾德這邊沒出招 我們尼多霍還是把劇毒牙放出去 果然如果我們所想像的尼多霍一打二了 哇算是蠻強的喔 反符合這個目前的Meta 尼多霍雖然CP50等 欸40等只有2488 因為不是50等 因為我們今天是在大師聯盟經典的對戰 但是看起來使用性很好啊 哇出乎意料之外啊 好我們就下一場 好這場遇到蓋歐卡 這場算是順風了 這時候換腳 常想上來 那我們跟著尼多霍就上來啦 完全壓制啊 你連掙扎的機會都不會有啊 尼多霍本身的劇毒牙能夠降你的防禦力啊 雖然我們CP不夠高 但是降完防禦力之後 我們也是很強的啊 那你常想如果 他是配風王福特跟技能戰 一定會讓自己的防禦下降 我們可以用毒擊直接把你點掉啊 會更有效一點 好他的防禦下降了 然後他一次來兩個 一個是打不死我們 兩個也是打不死我們 我們會殘血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用招式去壓迫那一隻蓋歐卡 蓋歐卡目前帶一個潘鋪我們就下去了 所以這邊要立馬出招 使用一個大地質一出來 大地質也沒有辦法有效的去 壓制到蓋歐卡 稍微的耗血就夠了 然後我們兩隻角色都能夠壓制蓋歐卡 對手最後的角色 是蒂歐卡 那這場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這邊使用一個龍爪出去 把你的血量上壓低 讓你沒辦法放兩個招式 蒂歐卡這邊上來 互相傷害啊 最後的蓋歐卡 是沒有辦法贏其阿蒂娜的 好開個盾 以防萬一啊 保一下 然後剩下龍起把它點死 好是鐵頭 OK 基本操作啦 其實主要還是蓋歐卡的招式 能量許多太高啦 龍起的蓄能也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至於 很多人都會稍微的耗一下 蓋歐卡的血量 然後再換蓋歐卡上來進行對決 你只能放一個招式 所以 這算是一個基本操作啦 OK 那最後蓋歐卡 蓋歐卡是沒有辦法贏過蓋歐卡的 不過他這邊竟然出招了 他其實是可以直接幫我們 攀下去 不過我們還有一盾啊 其實結局是一樣的 好 對手就這樣跳掉了 OK 那我們要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囉 來看一下最後一場的對手 會是誰呢 喔 又是長翔 長翔真的非常多啊 好 這邊同樣的我們切地歐卡上來 不過這一次對手並沒有急著換腳 反而稍微農一下 這邊是正確的操作 那新玩家這邊是 直接吃了一個招式 精神戰出來 不過他並沒有立刻換腳 反而我們還鐵頭按到了 他應該可以立馬切腳啊 這邊就不需要開盾 看來他是打算直接兩個精神戰 這邊其實不需要這樣操作 可以換腳之後 然後有抗性扛那個鐵頭 然後把我們的地歐卡農下去就好 這邊操作細微 並不是那麼的理想 我們這邊逼到他一頓 目前對方長翔的血量上還不錯 不過他遇到克星啦 你多上來 他農了很久之後換上超夢上來 跟著超夢就是被克啦 不過遇到超夢 其實其他蒂娜也沒有到非常優勢 因為他的招式還是有點痛 對手使用一個暗影球 高能量的暗影球 那現在就不用擔心他來一個切腳擋招了 我們就直接用一個影子偷襲 抗性下去 對手超夢是扛住了 那在他出招之前 我們再補你一個龍爪 哇這邊槍上算得很好啊 如果跟他比CMP一定會輸啊 所以要稍微注意啊 跟超夢對決也不能跟他切齊 然後他最後一個角色是地歐卡 地歐卡這邊上來 我們這邊滾龍其他蒂娜只能跟他繼續消磨啦 看能不能逼到他一頓是最理想的 欸不是 我們這邊直接切你多厚了 龍爪下去稍微耗斜之後 尼多上來直接來個大地之力啊 這邊尼多上來的話 哇結果他切長翔啊 這長翔上來非常不好啊 因為這長翔的話我們這邊是不需要開盾的 然後 毒擊幫你點下去 大地之力再補到你那個地歐卡 這邊切腳非常的差 好 地歐卡終究得吃到大地之力了 地歐卡被長翔害死了 好大地之力下去 哇 不過地歐卡還是扛住了 而剩下我們沒有辦法安居盧雅 很可惜 沒有再次把地歐卡點下去 然後其他地歐卡這邊上來 開了一頓 然後剩下應該安爪就收工了 扛一個鐵頭 OK 好那我們就拿下了今天最後一場的勝利囉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竟然在大西蒙看到尼多厚登場啊 但是他雖然CP只有2488 不過從對戰中的表現來看 好像不錯用耶 能夠壓制妖精系 而且遇到鋼系的時候 至少還有大地之力能夠處理 比起我們前幾天看到的這個妙阿花 來的好用許多 所以玩家不要太小看尼多厚啊 尼多厚真的是毒系大崛起 非常重要的一隻角色啊 所以玩家如果真的非常討厭倉象 或者是你覺得鋼系有點麻煩 其實尼多厚也是能夠考慮的角色啊 是我們今天看完的小小心得 最後的話我們要再次感謝續成玩家 提供精彩的對戰影片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 需要消耗到很多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整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 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七場影像 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 IV級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給我提供的影片 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 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 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 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哦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 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鬥的話 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 以及好友會員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 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 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